Grace Kong说是不是糖前慢慢就会变成糖尿病 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 这个让您要及时干预 如果糖前不及时干预 你搞个五年十年肯定是糖尿病 这个跑不了 其实主要就是看血糖 因为糖前本身就胰岛素抵抗 很严重高胰岛素血症 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的器官 还有组织都浸泡在很高的胰岛素的这个状态下 其实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是只会下降 不会上升的 你即使是吃很多的药去干预 也只是说减缓这个发展的进程而已 所以你如果用传统的手段去干预 效果不是特别好 最后很有可能 最后大多数人 你可以去看大数据啊 不用说你个人了 你可以去看周围人 可以去看十年前 二十年前嗯 这些都糖尿病的人 得糖钱的人最后都发展成什么样了 然后你再看看啊 如果自己用传统方式去干预 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答案很明显 但是我作为健康管理师 我不太适合说太多那些 呃这些这些违反常理的一些建议啊 我只是咱们直播的时候嘛 那比较比较自由一点 我们就这么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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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